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 我们接第二个视频 继续来说这个爽秀 下来呢,我们说爽秀的实战当中的运动 因为我们通过对腕子练习 就是说操带练习 还有对单臂的练习 还有对银手的练习 我们的腕子非常灵活 你看这腕子 我们的发手的时候 我们的腕子有个鞭子一样 因为我们这些同辈的 好多练传练习 同朋友或这个圈人都知道 这个同辈呢,要打出四双的劲 包括我们这个 它发力呢,要发出手双上的劲 我们以终止 我们在操手的时候 发劲的时候 眼睛鼻子就在终止这块 就这终止 放下要快 它的节奏呢 就是我所说的 三点一线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签子不想发力呢 它必须做到脚尖手尖 还有鼻子尖在一条线上 就这种立体的这么一条线 它是为了发整进 瞬间会形成这种三点一线 就是这个力是从这块出去的 整力 那我们说这个力量应该怎么发呢 就是在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形成了一种习惯 要做到手脚祈祷方便针 就是说同时 同步 在上步的同时 就是我的脚到你这身体跟前了 你还没起我眼儿 手术同时呢 伸起成段 手 所以说 手倒的时候可以脚是同时的 你看 是同时的 大家看 仔细看 再仔细看这一眼 它是同时的 在发力的过程当中 它又发出冷脆劲 就跟皮边的抽根脸上 这手是被人面门 被人到私人部去的 所以你看这个劲 变化 打脸 打群伸 出手 快 身体灵活 这就是我们练习这个 气压疯密拳 最早学拳的时候 的宗旨 要做到 身清如燕 落地 发力 就跟坦克似的 那个劲 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他同学所求的劲法 劲力 说白了 牵下武术 是一家 各个门派 东西都是一样 只是练习的方法 不一样而已 所以说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最多一点 就是眼神 眼神尤为重要 眼神 我们要微微收拾下巴 放手的过程当中 手要出去的这瞬间 非常快的 要做到跟身体 要协调性 灵活性 所以说 神 脖子 要把你弄下这点放进 太阳被埋了 手 跟李先生的剑一样 说出去 上去的跟腿补腿 再落步再打 这就是七亚通计权的 精妙之处 他的 有位重要的一手 爽秀 在运用过程当中 要灵活多变 打上 对方防住了 接着背下 我们可以横向去打 一上步 又是不是脑袋 所以有时 我们在运用过程当中 只上 打下再回到上 这需要的是 内台的经验 还有在实战当中 我们要灵活多变 爽秀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